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最近又出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俄罗斯的黑海爆发了漏油事件 威胁海中的生物 同时西班牙海岸出现大量的死鱼 那么这些甲壳跟死鱼呢 暴冲冲刷到岸上暴毙 大概有250公斤这么多 画面上你看到如梦似幻 不管是紫色的粉红色的这一些湖泊 或者是靠岸的海洋 那么这些颜色全部都是含有毒性的染污 废水污染了整个水域 一起来了解 空拍机飞过大片粉红色的汽壶 看起来相当梦幻 湖水变色当地环保人士表示 是因为附近的养蝦场 没有做好污水处理 直接加亚硫酸钠排放才造成的 目前的污染程度水中生物都无法生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巴拉圭的伊波阿湖 附近的皮革质场两年下来 把湖染成了不自然的粉红色 与旁边的树木草丛形成强烈的对比 附近的居民非常担心 一旦开始下雨 污染的水源将会从湖的支流 扩散出去造成更多的鱼死亡 目前巴拉圭的环境部门 已经将这间非法排放污染废水的工厂 勒令停业 同样是人为造成的污染 俄罗斯黑海海岸发生了漏油事件 附近的海豚馆担心会受到影响 赶紧架设围游览 避免油污扩散 保护园内的海豚 俄罗斯政府公布漏油范围 有两百平方公尺 并宣称水域污染情况 都在安全范围内 但俄罗斯科学家研究卫星图 估计范围有八十平方公里 面积整整大了四万倍 世界自然基金会则估计 有一百公吨的油倾道 人为疏忽造成环境重大的破坏 还不止这些 在西班牙的西湖 发生大量与死亡 被冲刷上岸的事件 是两年内发生的第二次 附近居民不忍了 穿着旧旧马尔梅诺尔西湖的上衣 站在湖边 呼吁政府竞速正式 处理水污染的问题 这已经已经很多年了 您来看这个观众吗 我已经在家里 已经25岁了 我没有看见自己的生命 是一样的 他们正在评论 评论 什么情况 现在 我现在来看 马尔梅诺尔西湖 是欧洲最大的咸水湖 在2019年 曾经发生过三顿的海洋生物 因为缺氧大量死亡 被冲刷上岸的事件 而今年又发生了 250公斤的鱿鱼 跟甲壳类 同样因为缺氧死亡的案件 当地居民与环团 已经向政府投诉多年 农业肥料非法排放 造成湖水优氧化的情况 却从未获得改善 政府甚至宣称 水的溶氧量会降低 是因为温度上升导致 但环境组织 驳斥这样的说法 环境生态环环相扣 若不思考如何更友善的 对待环境 恐怕将会后悔莫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期之后 说法 你要不要